十八学士图 使唐太宗李世民命严历本为文学馆十八学士所绘图像 严历本原作早已一诗 现在流传的都是后人的魔本 画中人物和历史上的十八学士如何对应 因为缺乏史料的记载 后人只能根据历史上十八学士的身份地位 生平事迹等 再依靠画中人物的情态表现等进行推测猜想 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面对十八学士图 不同的欣赏者 在心目中也会有不同的十八学士的对应者 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苏生前老师首先认为 十八学士图最核心位置的两个人物 依据画面的主次分布 对应的是历史上十八学士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房玄陵和杜如慧 现在呢 我们就从布局上来一点点的分析这部画作 十六个人组成的重点区域中呢 踏上坐着的 黑红袍的 我认为是房玄陵 在他旁边侧坐的呢 是杜如慧 《贞观政要》中记载 房玄陵贼寇美平 众人敬求金宝 贤陵独先收人物 置之幕府 杜如慧呢 使军国多士 抛断如流 身为十倍所福 两人呢 分别以多谋和善断 来帮助唐太宗打天下 当天策上将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 矛盾冲突加剧 在李世民犹豫不决的时候 已经被太子赶出了皇城的房玄陵和杜如慧呢 潜入天策府 给李世民出谋划策 最终李世民顺利的接掌了皇权 唐太宗在位期间 房玄陵受封为梁国公 官任中书令 上书佐溥业 司空等职 总领百官 统领政务呢 长达二十年 还负责兼修国史 主修了二十四史中的晋书 与魏征同修唐礼 因房玄陵善于谋划 杜如慧呢 善于决断 史称 房谋杜断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杜如慧的故事 在李世民起兵攻下洛阳以后 李世民呢 要处罚王世冲的部下杜燕 杜燕是杜如慧的叔父 可是这个人呢 跟杜如慧兄弟之间一向不合 他不仅让王世冲杀死了杜如慧的哥哥 还囚禁了杜如慧的弟弟杜楚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李世民要处罚杜燕 作为帝王的谋士 总应该跟君王保持一致 可是这时候呢 这个杜楚克又求情 说是都是同族的人呢 互相杀起来很残忍 于是呢杜如慧就向李世民求情 留下了杜燕这条性命 杜如慧死后 有一次呢 唐太宗吃瓜 啊 瓜味啊 很甜 就特地留下来一半呢 祭奠杜如慧 有一次啊 唐太宗送一个黄银袋 给这个房玄龄 说呢 如慧在世的时候 你们都是一起辅佐我 而今天呢 我只看到你一个人 然后又说 听说呢 鬼神畏惧这个黄银 所以呢 就另取一个黄银袋 让房玄龄送去度假 后来 唐太宗啊 就做梦 梦见呢 杜如慧来见他 又跟往常一样 他把这件事呢 讲给房玄龄听 到了杜如慧 去世一周年的近日上 唐太宗呢 还派了宫中的女官 前去慰问 所以呢 唐太宗对杜如慧的礼遇 那是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接下来啊 再说说这幅画 整幅画面呢 在这个重点人群的两侧 还有四组人物 分别呢 是俯秦 对弈 读经 和书画 也就是 秦奇书画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啊 最喜欢的几件事 讨论治国大师 一定要有秦奇书画相伴 这是当时啊 最理想的境界 所以这幅画面 这样安排呢 也使得画面 整体感呢 更为协调 平衡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画面上的书画一组 画面上呢 除了一个书筒以外 有三位学士 正在磋商书写绘画 旁边有一位呢 正在平栏 看望外面的风景 那么坐在正中的 这一位呢 我分析啊 应该是十八学士中 书法最好的于世男 这个人呢 也是列入了 林延阁 二十四功臣的人物 我为什么把这个人 列为于世男呢 一个是二十四功臣图 在后代的描绘当中呢 有人把于世男啊 也画成一把大胡子 再说呢 史书记载啊 于世男身体不太健康 有时候呢 甚至穿衣服啊 都觉得比较重 所以这个书画在笔法上呢 显得略微有些僵硬 于世男除了书法以外 在治理国家方面呢 也多有建言 另外啊 还参与编辑了群书制药 唐太宗 特别看重于世男的人品 说呢 于世男与我 游一体也 时已补缺 无日暂妄 时当代名臣 人伦准地 唐太宗啊 曾经写宫体诗 让于世男唱贺 这个宫体诗写的什么呢 主要是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 于世男看了说呢 说皇上您这个写的呀 也还是很工整 但是内容呢 并非文雅 陈帕这首诗一旦流传出去啊 天下的人都会追随效仿 因此呢 我不敢听从您的命令 唐太宗笑了笑说 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又赏赐了他五十匹步驳 唐太宗曾经这样说 每论及古先帝王 为政得失 必存归否 多所补义 群臣 劫弱势难 天下 何忧不理 所以呢 后来啊 唐朝的君臣们呢 对于世男的评价也都很高 至于那个画面中 只露半张脸的人物 我认为呢 是许敬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十八个学士中啊 这个人的品质最不好 这个人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还有过一段呢 这个帮助武则天 成为皇后的历史 所以后代诸多的 十八学士图的画作当中呢 有的呀 就只画他一个后背 也有的干脆就只画十七个 把他排除 那么这里呢 是有意的用柱子 来挡住他半个脸 也显得他不太合群 有些孤立 在随末大乱之年 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呢 在江都政变当中啊 被叛军首领宇文化级所杀 许敬宗为了活命 在杀父仇人面前呢 捣舞求生 本来啊 这个人性有软弱的一面 是吧 许敬宗这么做呢 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啊 偏偏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人物 经历跟他相似 但气节都比他高多了 这个人呢 就是刚才提到过的 大书法家于世南 于世南的哥哥 于世基 也面临着被处死的危险 那么于世南作为一介书生啊 他无法用武力 来挽救自己哥哥的性命 就只能跪在地上 请求跪子手呢 放掉他哥哥 来杀他 同样是跪地求饶 可于世南呢 就光彩多了 因此呢 当时的人就编了一句话 说于世南 仆福请代 许敬宗 蹈武求生 用对比的方法呢 来贬损许敬宗 许敬宗这个人 虽然道德上不怎么样 但是确实有才 文才也不错 所以在唐太宗的时候呢 也做到了中书舍人 可是一不留神 这人又掉下去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长孙皇后去世 大家在一起悼念的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欧阳荀啊 长得难瞧 于是就哈哈大笑 结果呢 又被贬为了地方官 许敬宗的仕途啊 起起落落 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同僚呢 都已经是手握大权 而他呢 只是个畏畏四卿 就是管理仪仗啊 皇帝出行的车马等等 没有什么实权 那么对比之下呢 他自己有点愤愤不平 不过呢 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 高宗呢 打算废掉王皇后 而立武昭仪为后 那么这件事呢 得到了大臣们的纷纷反对 那么这时候呢 许敬宗出来说话了 他说什么呢 都说田舍翁 多收了十壶麦子 都想换老婆 所以皇帝 换一个皇后 又有什么呢 这是皇帝自家的事 跟别人没关系 从而坚定了唐高宗呢 换皇后的决心 许敬宗也因此得到了好处 上升为礼部尚属 这个人呢 于德行有亏 一句话没脸 许敬宗 许敬宗 许敬宗